如果要從歷史定位來看 Honda CR-X 就是一台泰霸的始祖 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期 如果要說一台又有馬力 又有操控 又有外觀的車 那我覺得本田的第二代CR-X 絕對是上上之桌 因為它配合了輕量化 當年你要想 1987年到1992年 一開始它是配一個 1.6 Twin Cam的引擎 130B 以日本車來講 這都是非常少的一個創局 包括雙A背 130匹馬力 在一台不到1000公斤的小車裡面 這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不論是操控 不論在賽道上 它都非常好 而且它又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這是Honda的精華 而且那個時代是還沒有 很考慮說法規啊什麼 就是基本上車子 還是可以依照這個車廠 自己對車子的要求做出 呈現它自己產品的一個作品 所以第二代的CR-X呢 配上了它全新開發的VTAC引擎 1600cc 160匹馬力 甚至於後面170匹馬力 已經超過這個當年的 這個馬力跟西數的黃金比例 就是1000cc 100匹馬力 它已經達到 而且它是在一台小跑車裡面 再搭上雙A倍 而且是四輪獨立懸吊 再配上前輪雙A倍後輪 多連桿 這個設計呢 也是在任何一個 房車裡沒有的 當年呢因為國情喔 台灣是不允許進口 純日本車系的車子 所以呢CR-X 基本上只有從日本 或者美國留學 留學生帶回來 那當年當然大家對Honda CR-X 可能大家對Honda本身 並不認為它是一個很高級的品牌 當年喔帶回來的CR-X喔 數量真的喔 是如鳳毛菱角喔 後來呢大家喜歡上了Honda Civic 四代開始三門喜美開始爆炸的時候呢 大家才想到說哇 還有一台更棒的CR-X喔 所以當年如果能看到一台 從國外引進的CR-X 真的是大家都要流眼淚喔 可以看得到喔 光從車頭 其實它是程序了 喜美 或者Honda四代喜美的外觀喔 但是呢更精緻化喔 尤其呢 懂的人就看得懂喔 它的引擎蓋喔 中間是凸起來的喔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它就是最後一代喔 EF8的 TwinCam VTi的引擎蓋喔 屋頂的斜線是非常的傾斜喔 非常流線喔 跟一般的跑車喔 所有的這個線條是一樣的喔 那後期呢 它配上了一個全罩式的玻璃喔 再搭配它幾乎 整個仙背 都是玻璃的感覺喔 所以 即使是它是一台 非常小的跑車喔 但是它的視野 其實是非常寬廣 它的Fastback仙背設計喔 再加上直切的車尾喔 其實 最新CR-Z的造型喔 就是為了要重現 當年CR-X的風采 除了經典外型喔 它的操控呢 更是讓人津津樂道喔 因為呢 它的車重 配上它的雙A倍 再加上它的V10引擎喔 實際上 即使配上只是195尺寸的輪胎喔 它不需要像現代的車型喔 必須用更寬的輪胎 跟更大的馬力來提升喔 它開起來非常刁斷喔 你可以感受到 這個每一吋的柏油喔 在壓過輪胎的時候呢 回饋給你的感覺喔 透過你的方向盤 你可以隨心所欲喔 預測你要去的地方 你知道這部車絕對會帶你 到你要去的地方 VTEC的樂趣喔 就在於它的VTEC開的差異喔 在沒有開之前呢 你覺得它就是一部快車 但是呢 當VTEC全開的時候 忽然間 你會覺得整部車 就從你的手裡脫僵而出 當年汽車設計喔 它對任何的回饋感喔 都非常的直接喔 在當你呢 配上這個VTEC POWER的爆發力喔 只要試過的人喔 絕對都會上 這個地方就是 CRX給任何一個 愛車的駕駛者喔 它一個足以回味無窮喔 永遠沒有辦法 忘記的一個最經典的感受 而Honda 或者當年的車廠呢 他們提供的就是 每一部車都有每個個性喔 非常的鮮明喔 跟現在的車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這就是 應該要怎麼玩它的 最大的意義 對我來說喔 本田魂喔 已經不是一個口號而已喔 因為呢我覺得 它就是一個奔馳的感覺 而且呢 它是人與機器喔 結合的最高境界 新的車呢 再快再好 也沒有辦法 做回原來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這就是 當年這個時代的回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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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